9月9日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进入到了倒数十天的阶段 唱片公司赤字250万台币 租下了小巨蛋单做演唱会的倒数计时器 并让力宏登高名枪做倒数仪式 主导歌《摇公怎么了?》也在同天在全亚洲进行了首播 步步高升的感觉 到时候演唱会的气氛也是 就像这个登高级一样把所有的气氛 慢慢堆叠到最开心的 整个演唱会最高潮的部分 3 2 1 请名枪 在9月19号在耳目逸心的演唱会的感受 那在今天这个亚洲最大的户外数位看板 也就是台北天幕 我们的朋友 现在要参加 顾王的这次等级 看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倒数 上 19个小时 刚刚站在上面跟大家一起倒数个名枪的感觉 我很高兴就是 what's wrong with me 摇滚这么了 摇滚我怎么念就是摇滚这么了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乐器 是 各式各样的乐器 那 呃 我最近就是 有这个新的喜好 是 新的爱好 不但是收集乐器 都是定做乐器 设计乐器 所以这次不管是这把琴也好 或者是巴哈姆特 或者是我的水墨电吉他 都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作品 那都会在演唱会上面亮相 是 但是专题预告也是演唱会的 限定的 是 然后呢 我们看到后面 MuC面 MuC面 李红和MV中的女主角 旅游节目主持人Janet 因为在拍摄MV时 互动亲密而传出绯闻 李红开往笑的回应说 应该是对方被自己颠倒 呃 他 他被我颠倒 因为我是弹电吉他 他的琵琶没有插电 因为这次的合作 变成好友的两人 更意外的发现 原来Janet 是李红弟弟的学姐 他很优秀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他节目了 嗯 他刚好是我弟弟的学姐 对 他们都是念麻省理工学院 所以 嗯 有数学共同话题 嗯 也一定会 一定会请他 为了演唱会 李红目前正朝目标八块集迈进中 他开玩笑的说 可能需要再跟造型师讨论一下 怎么露会比较好 如果真的练到八块的话 要露就是 就是很低 所以那个位置 也要跟造型师好好的沟通一下 可能也会 需要把刮胡刀拿出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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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